第1 氣泡紙 如果你發明了很神的產品 卻有人走過來說 喔 這是很棒的衣架耶 結果在這之後所有人都把它當作衣架來用 你有什麼感覺呢? 我嗎? 只要支票有寄來 而且上面有很多個鈴 那我無所謂 哈哈 信不信有你 這種事在過去經常發生 而現在居然也是這樣 第1 氣泡紙 如果你進入一個牆壁滿是氣泡紙的房間 你可能會摸不著頭緒 不過 當氣泡紙於1975年首次被製造時 這才是發明它的真正目的 有些人建議將氣泡紙當作溫適用的隔熱材料 不過卻沒有成功 在僅僅3年後 氣泡紙就被認定是一種很好的包裝材料 並一直沿用至今 第2 牛仔褲中最小的口袋 事實上 這個口袋甚至還有一個專有名稱 錶帶 隨著時間 我們把這個小口袋 用作放零錢或其他小東西 不過在牛仔褲剛發明時 每個人都會有個帶著鏈條的小型懷錶 而這個小口袋 就非常適合拿來放懷錶 第三 裴樂多 在很久以前 壁爐是用來替家裡供暖 而房間中的壁紙 不可避免都會留下一層煙灰 早期的裴樂多就是發明來清除這些煙灰 而不會傷壁紙的工具 不過 當易於清潔的塑膠壁紙出現在市場上 而且壁爐又變得十分昂貴時 裴樂多就被淘汰了 但小孩還是很喜歡玩裴樂多 這也是為什麼裴樂多在接下來的幾年中 多了許多豐富的顏色 第四 便利貼 顏色繽紛的便利貼相當討喜 因為你可以隨意把它黏在任何地方 而且撕掉以後也不會留下膠痕 但最初的想法完全不是這樣 便利貼的發明家 本來想要做的是史上最黏的膠水 不過卻失敗了 儘管如此 在測試這種不太黏的膠水以及小紙條的組合後 發現這樣反而更加實用 第五 高跟鞋 高跟鞋對某些人來說是自信的象徵 但對其他想要看起來高挑的人卻是痛苦的來源 事實上 高跟鞋最初是為了男性騎馬而設計的 看看這個 高跟鞋和馬凳的形狀 就像鑰匙和鎖一樣 高跟鞋能讓騎士在馬背上更加穩定 甚至還能穩定在馬上拉弓的準心呢 第六 微波爐 發明出微波爐完全是意外 當一群科學家在測試雷達設備時 卻碰巧發現了這種用途 雷達設備發出的微波融化了一塊巧克力棒 你猜猜 第一個用來測試微波加熱的食物是什麼 沒錯 歷史上第一個 微波爆米花 第七 Facebook 現今最大的社群網路之一 其實一開始的目標並沒有這麼遠達 2004年 Facebook只接受哈佛學生註冊為會員 但在不久後馬上流行了起來 隨後便把資格擴張到長春藤萌校中的索羅大學 而在這之後 Facebook成為網路巨頭需要的只是時間和資金 第八 鐵芙龍煎鍋 1938年 當鐵芙龍首次出現時 沒有人想要把它用在廚具上 最初的研究目標是製作一種能夠用於冰箱的心情氣體 當然他們失敗了 不過卻做出有史以來最光環的 而且能防止高溫和腐蝕的塗層 而且其他東西也不會黏在上面 又容易清潔 根本就是廚房必備神器 第九 妙妙圈 妙妙圈最初是由海軍工程師 製造來懸掛海軍裝備 而在那時 有一個彈簧掉在地上 用一種我們熟悉的搖晃方式不斷向前跑 我猜那是他靈光乍現的時刻 在那之後 那些花式彈簧便開始在世界各地熱銷 第十 跑步機 你可能會在吃完漢堡後 在跑步機上揮灑一些汗水 不過跑步機在剛被發明時 是被用來對囚犯進行矯正工作 那台跑步機的形狀和現在完全不一樣 它更像是一條永無止境的階梯 這台跑步機還有另一個用途 因為功能和它的名稱一樣 囚犯動力研磨機 第十一 茶 茶在剛開始流行時 並不是為了在寒冷的冬天暖和身心 它本來是被當作藥材 有些廣告甚至宣稱 你能用喝50杯茶來治療任何疾病 這當然是不對的 公平來說 喝茶的確對自身健康有一些正面作用 但喝50杯茶的話 其他的不敢說 不過肯定是在鍛煉你的膀胱 第十二 口香糖 目前已知 人類拒絕樹皮或乾燥的天然樹脂 已經有數千年了 不過現代口香糖的首次生產 則是為了生產新型橡膠 有趣的是 該實驗隊已經被用來做口香糖的天然樹脂 進行硫化 但卻沒有成功 取而代之的是 該樹脂被用來做成新的口香糖 不僅更方便也更好吃 第十三 心律調節器 一個細微錯誤 最終成為許多人救星的完美粒子 心律調節器的第一個原型 是由心律記錄設備改造的 不過裡面的電阻卻放錯了 在開啟它後 它不但沒有記錄 反而開始產生訊號 而且 這次訊號還和健康心臟的節奏一模一樣 沒有比這個更棒的意外了 第十四 是點字 點字 這種語言系統 最初是用於保護機密訊息的短程編碼 它被稱為 野書 而且它還有個額外特色 你甚至不用看就能獲得資訊 只要觸摸文字就行了 當然 它後來被設計給盲人使用 不過最一開始可是間諜在用的呢 第十五 人造甜味劑 如果科學家有養成在使用化學藥品時洗手的好習慣 那甜味劑可能就不會出現了 當發明家正在尋找消化性潰瘍的治療方法時 不小心掉了一張紙 他舔了舔手指把紙撿起來 他就是在這時候發現甜味劑 藏起來甜甜的 而阿斯巴田代糖就是這樣來的 第十六 領帶 領帶不管過多久都不會退流行 不過他們首次出現時 是作為軍裝的一部分 而不是用來讓你在面試時看起來更體面 不同的是 他們只是用來綁住外套上方並固定在那 領帶在後來還被用作分辨不同軍階的標記 第十七 漱口水 這種安全又有效的殺菌劑 我們現在都拿來清潔口腔 不過在以前 漱口水幾乎能用在每個地方 在某些時期 它甚至可以用在治療腳趾甲針菌 也能當作地板清潔劑 不過最一開始 則是用在外科手術中 漱口水在進到你的浴室前 可是經歷了相當長的一段路呢 第十八 手機 手機經歷了半個世紀才抵達現在的位置 你知道最早的手機是設計給駕駛在開車時通話的嗎 沒錯 就是我們現今開車時試圖避免的事 現在的手機有這麼多的功能 真是太好了 嘿 如果你今天學到了新知識 請給影片一個讚 並與朋友分享 這是我覺得你會喜歡的其他影片 你只需要點擊左邊或右邊的影片 並持續鎖定亮生活頻道